那么徐晓鑫的麻烦还不是这一桩呢 他事实上在今天又被新的爆料了 说他在金华城附近买了一间房子 那间是中古物买了1800万 我也搞不清楚是1800万还是1780万 反正两次申报的价钱不一样 但重点不在这里 这间房子有没有内心交易 两个层面啦 我们先来讲说为什么他明明买房子是好事 而且本来大家都知道说公务人员财产 就应该要申报实在 所以第一个层面就是阿关刚刚讲的 就是说他为什么要申报不实呢 第一个就是说他自己本身在买的时候 这间房子呢 事实上是2021年的3月7号买的 可是偏偏他所有的 不管是中选会或监察院的登记 他偏偏都要写成2021年4月8号买的 就是前后差一个月 为什么时间 对 但是第一个就是大家質疑他 就是为什么 我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没有什么好隐瞒的 3月7号跟4月8号 这个买差一个月 那关键就是3月7号到4月8号 中间发生什么事 是不是办了一些座谈会 因为他老公在搞杜耕啊 对 他老公在搞杜耕啊 这个我们待会一起讲嘛 他不只是时间申报不实 然后价格也申报不实 就是他两次 而且这两次其实隔得蛮近的 就是2021年呢 他在这个监察院 因为他是议员嘛 他监察院在申报的时候呢 他是申报1780万 1780万 可是才隔短短两年的时间 他中选会 他去那个要选立委的时候 在中选会登记 偏偏他登记1800万 就其实差个20万耶 好那你日期 买的日期你搞不清楚 价格也搞不清楚 那还有最令人匪夷所思的 他申报的时候 他只有申报地号 他只有申报地号 这个松山区西松段 应该是说他只有申报断号 断号 断号 他没有讲地号 地号 所以你知道害死叉猫 花了两个多小时去比对 所以你看 他日期 价格 地号 要嘛你不就是这个申报不实 要嘛就是说你前后差20万 要嘛就是说你隐匿 这到底其中有什么猫匿呢 好来了 他当时买的时候 是2021年的这个3月7号 可是怎么这么巧 他就是在2021年 隔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他突然就是办一个这个座谈会 就是四十所交付 所以在他申报日期 因为你现在说 这申报日期是虚伪的嘛 对 也就不是4月8号 在4月8号之前 他是3月7号买的 3月7号买的 那么在3月7号到4月8号这中间呢 3月15号 就隔了8天的时间 他去办了一个所谓的 巴德兼里所公有土地 跟周边都市再生的座谈会 那里面呢 他当时讲什么 讲说如果我们这边可以再生的话 我们这边会有什么铁道啦 铁道一个博物馆啦 可以打通 通通是绿油油的绿地哦 那绿地完之后怎么样 这边就可以增值 所以他就开始在那边推 那这个铁道博物馆 跟他买的房子很靠近吗 120公尺 120公尺 就是他也就是说 如果能够有铁道博物馆 对他这个房子是加分的 当然啊 如果能够多庚对这个房子 也是加分的 当然是加分啊 而且他为什么一直在推铁道博物馆 因为第一个 离他 最近我们不是在指 就是一直在讲说什么 吉祥如意那个都跟建案吗 讲说他是达永小公主的那个建案 离那个建案只有35公尺 那怎么这么巧 跟刘燕里 我们刚刚直言的那个房子 只差120公尺 所以总而言之 如果可以把这个铁道博物馆 开发起来 有这么大片的绿地的话 一个是跟达永建设的 那个吉祥如意35公尺 然后跟他家的是120公尺 哇 都是在他家的周围 那最后要讲的是说 如果说现在就是 民进党的议员许舒华有推估 如果按照他这个增值的话 增值幅度是增三倍 本来他老公不管是1780万买 或是1800万买 总而言之 这个地方如果盖起来的话 他的那个房子可以标到6000万 直接标三倍 我们来看房子在哪里 我们来看房子在哪里 他的房子地点在这里 这是许可行买的中国 现在正在进行度更 那么距离这个国家铁道博物馆 非常的近 刚刚说是120 120跟刘燕里买的那个房子是120 刚刚家房子 就这个房子嘛 对不对 那另外呢 国家铁道博物馆 原序的对面更近更近更近 超级近呢 有一个建案叫做 吉祥如意 吉祥如意 这个案子是达勇的 那这个达勇呢 外界都说达勇是 许小新的金主吗 这个部分我们等会 再来做讨论 到底许小新的金主是谁 背后有什么样的势力 支持他走政治路走到今天 但我们现在要为您 视讯连线的是 北市副胜礼里长 张敬伟 张里长 里长你好 你好 主持人你好 各位来宾大家好 里长我是阿关 我想问一下 许小新 跟他老公买的那间中古屋呢 是不是就在你们那个里 是 你听说是 但我没有去过他家 所以不是很清楚 但听说是这样子 就在你们那个里 那你们那个里呢 那几栋房子 现在正在进行都更吗 我有在推广 有在推广啊 那这个推广的进度如何呢 现在 刚开始 刚开始 那你知道都更通常 我们知道都更通常都要成立一个 类似像委员会 都更委员会啊等等 那许小新是委员会的议员吗 不是 那他老公是吗 因为没有成立 目前还没有成立 因为还没有成立 一切都只是刚开始而已 那刚开始是不是也要开会 有开过会吗 我们有开过一次公开的说明会 那请中华工程人来做说明 为什么请中华工程人来说明呢 因为我引荐中华工程给李明认识 所以这个案子如果李明同意 而且要正式进入到都更程序 那么就是由中华工程来主办咯 是啊 他来担任实施者 中华工程担任实施者 那我想问一下 你的说明会的现场 许小新或者他老公有来的叫现场吗 我没看到 我没看到他们 那么这个案子呢 大概有多大 那么都更的未来的规划 以及有可能产生的效益有多高呢 因为刚刚我们有来宾说 这个房子有可能会翻三倍 会翻三倍啊 预估上没那么高 那你们有评估过吗 那范围最理想的情况之下 可能会超过5000平 但是实际上都更是很困难的 所以说范围也可能很小 范围也可能很小 也就是说现在到底 只是宣传的范围有那么大而已 好 也就是说现在到底有多少诸乎同意 那有可能进行到什么样的成果 目前都还是在刚开始的阶段 是吗 立正北 是 是 完全不确定 处于完全不确定状况 好来 玉峰 那里长请问一下 那中工有告诉你们说 如果真的真的就是都更完成的话 他们的单价预估是多少吗 没有 中共没有讲这个 那现在这个附近的房价大概多少 立正北你总知道吧 我认为应该在60以上到80左右 我认为 我个人认为 就现在中古屋的房价大概是60到80 我相信都更完之后一定是三位数的 现在青菜三位数 那里长伯 你知道现在金华城有非常多的争议 你们有考虑找其他的建商吗 你姐这什么意思 我考虑啊 如果有大陆工程 国态建设 普针 可能各种优质建商来的话 我都非常欢迎 那可能需要你们来帮我介绍 那有针对这个都更案 或者这个附近的都更案 刘燕里有在这里办过任何座谈会吗 他们协会有在这里办过任何座谈会吗 我完全没看到没听说 我甚至是最近还看报纸才发生 原来他有在推这个东西 从来没有看过 从来没有听说 好我们谢谢Lithubia接受我们的视线联系 不过我们刚刚既然谈到了这个都更案 又谈到了国家铁道博物馆园区 这是徐晓星主要的证件 主要证件 那这个背后是达勇建设 所以外界都说他是达勇小公主 对不只是达勇 达勇那个案子 最后还是我要回到这整个案子 叫南松三计划 我要回到南松三计划 我们回到那张图 因为他扫写了一个地方 就是台北偶戏馆的隔壁 就是所谓的金华城 所以我觉得李早找中公 我要帮李早讲一句话 当然是对的 因为做都更最重要的是什么 容积率可以核定多少 所以金华城可以核到八百四 他们当然希望能不能透过中公 这个东西可以争取更多的容积率 争取更多的容积率 对于李明来讲 对于都更的者来讲 当然是有好处 所以里长是对的 但是中公跟台北市政府 这边中间的关系是错的 为什么给了金华城 这么高的容积率 那我回来讲 徐晓信背后的人脉跟金脉 这个图我们自己也来连连看 请一线出来帮我们连好了 这个看起来有点复杂 这个也有点复杂 我简单讲的说 今天最大的问题就是 金华城拿到八百四 而且有南松山计划 而且有铁道博物馆计划 是 徐晓信身为议员 他一定知道这些相关的计划 所以他先抢先买了一户 买了一户 就可以进行都更实施者的一份子 然后再进行 都更最难叫做整合 而整合的条件之一 就是你必须是住户之一 所以他老公才弄了一个 中华民国的都更协会 进行了整合 整合之后找了一间堆建商 所以左手是老公在整合 右手是建商 建商跟老公的关系 也非常的密切 建商跟老公的关系也非常密切 然后他们自己 又在那个地方买了一间房子 而且不只是所谓的 都更的利益而已 他也思考到 非常聪明 思考到自己的选举利益 所以连这个所谓的建筑师事务所 都找了吕黄锦茹 他老公的建筑师 所以废老在这边 书是有原因的 因为所谓许小新 他跟所谓的进华城关系 应该也不错 因为进华城在所谓马英九时代 是国民党的中常会 中常委 所以许小新作为马办的一份子 一定跟中共的关系不错 另外就是说 他跟建商 我们也来连连看 所以许小新的这个都更案 他就是 就是这个都更案 吉祥如意 吉祥如意的背后就是达永建设 达永建设 曾经在许小新选举的时候 捐过甚至现金50万 听说是100万 也是两张卫生纸 50万 各两笔 100万吗 媒体有写50万 有写100万 这个我补充一下 因为这个庄正如 他旗下还有另外一间营造工资 所以他是用另外一家捐给他 对 各50万 所以各50万 然后透过 董事长是庄正如 庄正如 庄正如跟许小新的关系 应该是签到来他老公这边 他老公的关系 就是他老公的友人 就是朋友高中同学 都这些关系 连在一起就是许小新 而且在中间 所谓透过所谓都更协调 举办这个说明会的过程 去办了相关的里长活动 协谈了这些活动 就可以绑所谓的这些 希望期待都更 这些住户的人的庄 所以他从高层 中层 低层 基层 全部绑在一起 就为了这个所谓 南松山计划的都更案 对于李明 对于李然还讲 我都觉得情有可原 因为他们当然希望 这个社区可以改变 但是对于议员 对于市长 对于所谓的中工 你可不可以用这些 种种的政商关系 去介入拿到这么多的容积率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大问号 所以我们刚刚谈到了庄正如 庄正如是达勇的董事长 然后我们就发现 他跟许小新的老公 原来关系这么密切 因为许小新的老公 他们有一个熊中眼变邦 熊中眼变邦 你看每一个人都有两个名字 真的太厉害 他们真的太爱改名字了 好来 他老公叫刘燕 李过去叫刘继勋 他跟罗盛德是过去的 熊中眼变邦的 罗盛德刚好就是他大姑 许小新大姑 他姐姐的辩护律师 那么同时在这个眼变邦里头 还包括了一个关键人物 叫做黄君凯 他有改革名字 他过去叫做黄伟林 那么共同都搞了一个 中华民国都更协会 而这个都更协会 又在推动这个松信的都更案 那么也因此在那个附近 办过非常多场的 不管是讲座也好 还是庆中秋的晚会也好等等 那这个晚会呢 是不是又是由大姑的公司 来帮他书画呢 所以都非常复杂了 所以都可以连在一起 所以他们这是一个 非常绵密的正商人脉和金脉 所以为什么外界称许小新 叫达勇小公主 不只是达勇小公主 他其实应该是熊中的小公主 对不对 跟熊中的关系也非常非常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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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